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结束女双决赛的争夺 最终国语头号女双凡尘组合2比0横扫韩国组合 时隔4年之后再度重返世界之巅 斩获职业生涯第二枚世锦赛女双金牌 在印尼队选择整体退赛之后 奥运冠军女双波丽拉哈游也无缘参赛 因此二队组合也成为本届世锦赛夺冠最大热门 最终二队组合一路过关斩将晋级决赛会面 并上演一场精彩的焦点对决 锦浩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锦浩 4年之前凡尘组合就登顶世锦赛女双冠军宝座 如今在死敌退赛的情况下迎来重新夺冠的最好时机 最终两人也是不负众望 而且在晋级之路上更是战胜多位强敌 其中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横扫两届世界冠军得主日本组合 松本玛有永元和可娜 此外还战胜另一对日本组合 这两场胜利可以说是为最终的夺冠增添很重要的信心 作为决赛对手的韩国组合李昭熙声赞 最近几个赛季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实力 世界排名也一直位居前列 此前东京奥运会三四名决赛中不敌队友无缘奖牌 但在本次世锦赛半决赛成功完成复仇竞军决赛 只是在面对中国头号女双凡尘组合时 相互交手间的战绩完全处于劣势 甚至四次交手无一胜计 显然想要战胜中国头号女双组合的难度极大 比赛开始双方就陷入僵局胶着 每一分基本上都出现多拍争夺 好在陈清晨贾一凡在衔接上明显优于对手 率先打出一波4比0占据场上优势 随后韩国组合主动反击 但陈清晨贾一凡始终保持领先 13比9再次将分叉拉开 之后韩国组合改变打法 尤其在追身球的处理上更加犀利 而陈清晨贾一凡则失误明显增加 连丢5分之后比分被反超 随后韩国组合再得2分以16比14领先 随后陈清晨贾一凡再度加强球的连贯性 在进攻段也是频频给对手施压 尤其往前进攻更是积极主动 又打出一波7比0收割比赛 以21比16先胜一局 第二局反尘组合再度开局占优 并始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 局中段韩国组合再次加强追身球 一度将比分追至10比10平 局间暂停回来之后 韩国组合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 但陈清晨贾一凡再度加强进攻 多拍相持下持续给对手施压 连得5分之后 17点15分将比分反超 期间韩国组合还因为自身问题 吃到黄牌警告 这也明显影响到其心理状态 最后中国组合趁机连续得分 赢得3分之后 以20比15拿到赛点 最后韩国组合挽救一个赛点 但最终陈清晨贾一凡还是以21比17顺利拿下 时隔4年之后再次拿到世锦赛女双金牌